一台电脑加20台手机 如何搭建一个小型的手机多控机房 让这20台手机同步或分组执行相同的命令了 不需要手机6的权限 同时还支持手机控制手机 电脑控制平板和平板手机互控 对手机配置要求低 只要是系统4.4以上的安卓机型即可 每台手机的成本在500元左右 你可以用来批量管理手机 客户回复消息 软件测试 文件 视频 照片投屏 直播等等 想学的话别滑走 一分钟教会你 电脑上安装上TOTA OKZO手机多控软件 用手机数据线或者Wi-Fi连接上手机和电脑 找到并打开手机设置里面的USB调试 打开电脑上安装好的TOTA OKZO软件 点击连接 像这样连接上20台安卓设备 TOTA OKZO 支持同时连接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安卓手机或平板 但相同型号的安卓设备控制起来更加稳定和流畅 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样的设备 另外建议大家选择CPUI 5以上 内存8G以上的电脑 电脑配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多控系统运行的流畅度 接下来是搭建一台电脑同时控制20台安卓设备的硬件安装方法 按照视频准备好相同数量的电脑 手机或平板 极限器和支持数据传输的所有硬件 将两个极限器的USB线分别一端插极限器接口 另外一端插电脑主机的USB 3.0接口 再把20台安卓设备用USB数据线连接到极限器上即可 打开电脑上的TOTA OKZO软件 点击连接上所有设备就能用电脑控制这20台设备了 你也可以进行分组控制 只选择其中的某些设备去执行相同的命令 比如和视频一样选择10台设备 把电脑视频一键批量传输到手机上 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扣1没学会的扣眼珠子 关注我 了解更多智能设备